一拳超人,龙击怪人层出不穷 有的龙击怪人被齐宇老师一拳秒杀 或者其他的S级英雄打败了 有的龙击怪人是只能秒杀S级英雄 在齐宇老师的手中也能过上几个来回 那么很显然,说明龙击怪人也是有强有弱的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来看看 一拳超人重制版中的最强的是位龙击怪人 我是义,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得知一拳超人的最新消息 第十名,蜈蚣长老 蜈蚣长老怪人协会的干部之一本体是巨大的蜈蚣 头部仿佛有着一张老人的脸 曾经变S级第一的英雄爆破打败 为了报复爆破和怪人协会联手 被大众也评价为所有的英雄中能够打败蜈蚣长老的只有四个 分别是战力的龙卷、金属骑士、人类最强、King以及爆破 第一次出现是在重制版81话中 巨大的身体直接从地底出现 可以瞬间毁灭数个城市 外科非常的坚硬 金属球棒的攻击和金属骑士的导弹 无法对其造成有效的伤害 后面蜈蚣长老对着杰诺斯、邦古、邦普、波洛下风 被邦古、邦普联合的空气空裂拳打碎外科 光速褪皮再生 被杰诺斯尊敬体内发射的超螺旋烧雀爆锁伤 也能从内部再生 最终被King的话语欺骗 其余一发认真殴打 秒杀了蜈蚣长老 第九名,波罗斯的三大部下 美鲁扎嘎鲁多 波罗斯手下三大干部之一 是一个拥有五颗脑袋的男人 每颗脑袋都有着独立的自我意识和人格 能够操纵自己的身体发生各式各样的变化 比如长出翅膀 把手臂变成武器 也可以分裂成五个个体 每个个体都有头部和核心 也可以将其全部融合到一个身体里面 初次登场于重制版漫画三十八画中 在暗黑海贼团侵略地球的时候 来到A市执行保护飞船人任务 一出场就瞬了和深海王帝底王同名的天空王 来到地面的时候 后面以四位S级英雄对战 原子武士 绑鼓 金属球棒 性感囚犯 即使被原子武士切成数块也能快速恢复 面对重英雄的攻击也能无限再生 但是存在一个致命的缺点 体内的核心被摧毁后就无法再生 随着英雄战斗时间越长 缺点就越加的明显 最终五个核心被重英雄摧毁 其他两个干部 格流干修普 格洛里巴斯同为高级战斗人员 三人的地位相同 根据公式书的设定实力不会相当太多 其他两个干部都是被其余一招干掉 实力并没有展现太多 所以把波罗斯的三大部下放在同一位置 第八名 黑金 黑金怪人协会的干部之一 是一个白脸黑生的小型怪人 乍一看 像一个杂病一样 但其呈现出的实力非常的强大 本体可以分裂成无数个小型个体 也可以融合成巨大的单体 对战原子武士被切割成无数的形态之后 直接击败了原子武士 为了对付丑陋大总统和众英雄 无数个黑金合体成为了黄金 合体后的黄金实力非常强大 无视丑陋大总统的强酸 一击秒杀了黑光 在King出现以后 因为不满King小瞧自己 将目前剩下的所有黑色金子 跟黄色金子合体 变成了究极形态白色金子 白金直接秒杀了King以外的所有S型英雄 随后又与怪人化的恶狼 弗莱士展开战斗 短暂的交手先击败了弗莱士 后被恶狼打败 黑金的进化形态 黄金和白金是相当强大的 这个第八名的位置 仅仅是排给黑金的 第七名 波奇 波奇怪人协会的干部之一 是一只六只眼的庞大犬型怪人 拥有极高的防御力和破坏力 出尊场的时候 压迫力甚至让恶狼都不愿意战斗 波奇主要攻击的手段 是嘴巴喷出的雷射炮 威力十分的巨大 可以连续发射 被半怪人化的恶狼权力一击命中 波奇毫发无伤 随后将恶狼打至重伤 其余因为噪音问题来到了地下 遭遇波奇 被其余认为是噪音的来源 其余一拳打向了波奇 这一拳威力之大 让整个地底震动 各个英雄都察觉到了 但是波奇只是被打晕了一会儿 并没有死亡 受伤后的波奇到处攻击 碰上了帮鼓帮普以及吹雪 一发雷射炮 差点击飞帮鼓他们 被吹雪的防护罩挡住 也紧紧挡住这一击 随后波奇被帮鼓帮普联合的绝技 胶牙龙杀拳正面击中 依旧活蹦乱跳 可见波奇的实力相当的强大 第六名 怪人王大蛇 怪人王大蛇 原本是人类被塞克斯培养成的 究极生命体 应该是已知怪人协会中的 最强怪人 大蛇本体就像是 诸多怪人组成一样 形态看起来有些丑肉 身躯非常的庞大 头上的触角 也可以任意伸说自如 对战恶狼的时候 展现出了更为强大的形态 全身被烈焰包围 长出无数个蛇状的躯体 每个部位都能喷射出 超高温的能量炮 大蛇能够瞬间 学习模仿任何技能 一眼就复制出了 恶狼的拳法 流水淹碎拳 并以此击败了恶狼 在与奇遇展开战斗的时候 吸收了地合的能量 使出了最强一击 盖亚炮 最终被奇遇认真滋水箱打败 第五名 塞克斯流浪帝 一秒人 塞克斯怪人协会真正手里 平时以龙骑怪人大炯眼示人 本体藏在1500米的地下 大炯眼被龙卷秒杀以后 本体被龙卷从地下拽出 与龙卷展开机斗 被龙卷轻松打败 与大蛇融合以后 获得了生命力量 变成了赛大蛇的形态 与实力全开的龙卷展开机斗 赛大蛇一发激光 直接能把整个大陆海洋分裂开来 重创了地球 威力之大 甚至有了奇遇对战波罗斯 认真一拳的样子 后面更是重创了 再次升级归来的杰诺斯 打不过龙卷想要逃跑 被龙卷杰诺斯驱动骑士追杀 最后被重英雄合力击杀 但是赛克斯本体脱离了大蛇 只有大蛇被龙卷的光强击中 打到了地下 流浪帝怪人协会干部之一 有神秘给予力量的人形怪人 可以操纵光球的力量 流浪帝在加入怪人协会之前 还是一名流浪汉 获得神秘力量以后实力大挡 后来跟江世南对战 用能量光球重伤江世南 在近距离的情况下 也能躲掉江世南的攻击 多个黑合以后 江世南无论是近距还是远程 都无法突破流浪帝的能量球 最终江世南体力不支 被流浪帝打败 怪人协会被龙卷拉上了以后 和其他干部对战众英雄 能够源源不断地使用能量球 目前也不能确定 这个能量球到底消不消耗体力 远战无敌 但是近战有些拉框 被江世南偷袭后 神明没收了流浪帝的力量 然后死亡 疫苗人最初登场的龙击怪人 号称是地球的意志 因不满人类破坏环境 所以要消灭人类 一次也是源于神明的力量 三位放在一起 因为他们都是获得神明力量的人 但是表现好像都并不是特别的出彩 第四名 蜈蚣先人 邪恶的海洋水 蜈蚣先人很大程度上 也获得了神明的力量 灾害等级不明 邪恶的海洋水 天然水吸收海洋后 进化的最终形态 灾害等级也不明 一次也获得了神明的力量 两者可以说 皆为神明力量的产物 登场的方式十分的霸气 蜈蚣先人 对比蜈蚣长老 实力肯定要更上一层容 在这之后的战斗中 也展现了强大的实力 面对怪人化的恶狼 和金属球棒的联合攻击 蜈蚣先人也能轻松应对 但是最后 核心对恶狼打了出来以后 有点慌神了 被恶狼进化后的拳法 神杀拳击败 邪恶的海洋水 则是被其余一发 认真殴打秒杀 第三名 暴躁的阿修罗 阿修罗独角线 是由天才科学家 创造出来的 进化这家最强大的怪人 由于过于凶暴 被关在了地底 直到奇余来了以后 才被放了出来 起初 阿修罗直接顺秒了杰诺斯 跟奇余对战的时候 一瞬间的直接 让阿修罗选择了撤队 为数不多 能看清奇余实力的强大怪人 暴走以后 变成了阿修罗模式 会在一周内失去理性 持续燃烧战斗本能 最终被奇余 极度愤怒的情况下 一拳打爆了 即便如此 阿修罗的战力 也非常的强大 广播剧中 有几十次战胜了杰诺斯 三秒内 秒杀了金属球棒 和僵尸男 持续一周的战斗 并且全程虐杀 第二名 波罗斯 宇宙暗物质海贼团首领 全宇宙的霸主 平时穿着风影力量的铠甲 听信占卜式的预言 花了二十年 来到地球与其余一战 作为一拳超人的 前期大反派 波罗斯展现的实力 是至今为止 其他怪人无法匹敌的 根据以前超人漫画 官方公示书的设定 波罗斯的灾害等级 已经接近升级 仅仅是传着 铠甲形态的灾害等级 已经远超龙击 波罗斯一眼就能看出 其余的强大 在与其余初次的对战中 其余一拳 打破波罗斯的铠甲 封印的力量被解放 一度在后面的战斗中 与其余势均力敌 是为数不多 能被其余称为很强的怪人 解放力量后不提其余 再一次进化 释出了流星爆发 将体内的力量化为推进器 从而获得超越生物的速度和力量 破坏力大幅增加 流星爆发状态下 波罗斯甚至可以一脚 把其余踢到了月球 波罗斯的再生能力也非常的强大 即便被其余打成渣子 也能一瞬间复原 除了重制版的恶狼以外 唯一能接住其余数拳的怪人 波罗斯在动画版 所呈现出来的实力跟人气 更是让无数观众为之喝彩 终极大招 自称人类怪人的英雄狩猎 本身天赋就非常的高 是S型英雄邦谷的原大弟子 不服管教 打败其他弟子以后 被邦谷逐出师门 在幼年时期被校园暴力后 认清现实 认识到以英雄弦为首的 不平整的阵营后 立志要成为怪人 颠覆这个不平等的世界 最终在怪人协会篇 成功怪人化 力量速度达到了极致 击败了邦谷 秒杀了丑陋大总统和天然水 短暂交手 数个回合击败了白晶 这个形态下的恶狼 已经超越了大部分的龙击怪人 不敌其遇后 进化成为了牛角恶狼 已久不敌其遇 变成了恶魔形态 一发击发镜的威力 足以震动地球的另一角 接受神明力量的恶狼 嘴雀来说 已经不能再是龙击了 此时的恶狼精通武术的巅峰 不仅拥有神明的力量 不断释放核辐射的力量 还能复制其他人的力量 一路爆破的传送门 重力拳 甚至其遇的认真一拳 在木星的木卫一的战斗中 真正做到了 以其遇无误开的实力 可以说是重制版最强的怪人了 最终被成长后的其遇打败 但是官方一直没有说明 神明化后的恶狼 到底是一个什么等级 既然没有明确说明是神级 那我们暂且封闭成龙击 当然上面的排名 有一定的主观因素 也欢迎大家说出 自己内心中龙击怪人的排名 我是E 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